朋友们好 我们接着上一会讲 刚才我们把myrecord的程序改了一下 想让它作为一个进程 那么作为进程来讲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刚才我复制的时候直接复制的那边的代码 所以这个savebuffer应该就是我们自己敲的时候买buffer 所以还是把它改过来 这个改的也不多 包括下面这个两个地方一操作就好 好 改完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作为一个线程来讲 它应该是我们期望它是循环运行 那么录音第一个结束之后再录第二个 然后一直录到第十个再重复进行 那么看我们这个函数 它没有一个这样循环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时间到了之后 它就自动退出了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前面加上一句 死循环 让它只有在复线程结束的时候 它才会退出 然后以下这些就是 全部搜紧 好然后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希望的那样直接去运行 OK那么这个线程已经开始启动了 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云已经存储了 第二个也已经存储了 好我们看一下它十个存储完之后 会不会重复的去存储 然后第四个现在是第五个 我们再看着这里比较 好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第九个这比较无聊 第十个 第十个已经开始了 OK十个之后呢 它就从第一个开始录起 所以呢这边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目的 就是重复的录音 然后我们看这个工程下面应该是有十个 百度GY 对工程下面是有十个这个音频文件 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中的几个 可以重复的去存储 好这是我刚才录的 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第七个 OK 第八个 这是我刚才录音的时候 对着它序号读的 可能序号差了一位 但是这已经证明了 这是我们刚才录的音 然后呢它已经重复的在录音 重复的录音之后呢 把这个名字写到我们这个堆列里面去 然后我们这个识别线程怎么办呢 实践线程呢 呃也是很简单的操作 我们把这个结果呢还是一样的 写到这个界面上 然后呢 识别我们也让把它做成一个线程 那么这个线程呢它也是一个死循环 从这里面图 那我们怎么开启这个呢 我们在这个呃 程序 那GUI开始售之前把这个问题搞定 好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跟刚才跟我写的那个程序呢 是相反的 呃我写的程序呢是 识别程序直接在这个呃 命 class 里面实现 然后这个录音程序呢 是在这个部分实现的 所以是 record thread 好这边我们把它改一下 这边不能是 record wave 了 这边应该是 嗯 use cloud 啊 这个地方 token呢这个参数不要 因为我们只传递这个函数的地址 也不是调用这个方法 所以呢 这边就是 ui.use cloud 把这个传递给它就行了 然后 这 record wave 我都要改成这个 ui.use cloud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边呢是呃 呃 传递给它参数 传递给它参数呢就是 ui.get token 呃 传给它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呢 这个进程呢也是呃 不要让它成为这个僵尸进程 复进程结束之后 它就随之结束 所以要设置一下 set deramend true 啊 然后再start 呃 这个都数据化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show这个GUI 就是 那这个GUI显示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效果 是什么样子 好 这个striding启动 第二个也启动 然后才开始有GUI界面出现 哈 这个是错的 嗯 麦子学院 百度语音识别 多线程练习 多线程练习 你听得见我说什么吗 好OK 那么这个事例呢 就大概演示了一下这个多线程 嗯 现在识别有点差 它有些中间断句没有断好 行 我们就把它关掉了 啊 我们看一下这种方式跟我昨天写的这种方式的对比有什么不同 嗯 嗯 我把我则断这种方式改回来 给大家看一下 啊 我昨天呢是这个 识别程序 直接在这个 MemeWindows 这个class里面实现 然后呢 啊 啊 录音程序是 在这个地方另开起来一个县程实现的 那这边呢 我运行一下 OK 那也是一样的 这两个县程一起运行 然后GUI显示界面 识别结果还没有反应回来 OK 呃 已经开始了 所以呢 其实大家看 你不管是把这个 呃 Record的Wave这个县程 写到这个MemeWindows这个class里面 还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这个新的县程开启 像我们今天这种方式一样 那么都是没有影响的 我们这边这边是Use Cloud的GUI 所以这个都是无影响的啊 都能实现我们这个效果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多县程的这个技术部分介绍呢 就到这里 呃 代码我会传到这个网盘上 好 我们继续回PPT 啊 这个 啊 sorry 识别程序和录音程序运行 这我们说完了 商量消费者特殊处理 这个也说完了 啊 十个文件作为缓存嘛 好 课问练习 呃 这是大家最头疼的地方了哈 我老是留一些问题让你们去做 哈哈 今天这个课问练习就是根据本课的内容实现一个语音输入的文本编辑程序 用户使用语音输入识别结果写入TXT或者Word文件中 啊 这个应该是都讲过的内容 当然 把这些 呃 我讲过的东西串起来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全部都做完 课问练习也不难 好今天这个课程 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